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穷定 想要按两次 女主则表示不能这么做的 不然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到房间后 女主发现 丈夫为自己精心布置了房间 现在真的可谓是二人世界了 即使有电话打过来都被女主给丢了 第二天两个人在外面闲聊的时候 女主突然加一张纸条给了丈夫 原来这是昨天收到了一张纸条 女主自己也差点忘记了 留言的人叫做约翰 是费曼当时的合作伙伴 也极有可能最后会成为CEO一般的存在 所以搞好关系这是很有必要的 虽然女主不是很开心 表示这本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二人世界 但被这么一闹 反而要去约翰家吃饭拜访他 而且是昨晚留的纸条 说的是明天六点多 那就是今天了 费曼打了个电话给约翰 两个人约好了时间后 准备叫出租车前往府委区 可是出租车司机一听到府委区 脸色瞬间就变了 表示我不能帮你 甚至还劝阻费曼不要劝 可此时的夫妻傲人哪里会想那么多呢 顶多觉得这边的人有点标 有钱也不赚 最后还是一名奇怪的老司机送两个人抵达的目的地 相比于战俘 女主更加的细心 他在路边看到了桥镇上有60个人失踪的字眼 瞬间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所以寻望这名年长的司机 司机表示 所谓的地下金黄60个人失踪 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因为府委区中流传着一个说法 那里是一个宝典 宝典简单的理解就是连接着次元和异次元的借口 费曼是不相信的 但是女主则留了个心眼 来到府委区后 她看到了一些精神的画面 比如路人的脸都变样了 而且府委区比他们想象的更加硬生苦 在战俘下车准备去打电话联系约翰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地址给弄丢了 手机又没有电 这名老司机和女主说了府委区内更加恐怖的事情 原本这里是有地铁的 根本不需要坐出租车过来 但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修建了一半半就自知不理了 地铁站也是上世纪30年代就停止服务了 据说是因为二站停运的 实际上老人听到的说法是 某次他们对站台进行维修的时候 发现了下面无数的尸体 或者说这里是公墓 而且这些尸体不是很早以前的 给人的感觉 府委区网路在一个祭台上建立起来的小镇 因为传言 府委区是坐落在德鲁伊特教的杀戮祭台之上 虽然不太懂是什么意思 但能感觉得出来不是很好 而且府委区很多时候和异次元连接着 导致这里的人们在两个世界交错着 你根本弄不清楚这里的人是当地人还是异次元的人 下车后 女主走到了旁边的房子看了看 却看到了半面脸很恐怖的小猫 而且两人一转身出租车就不见了 现在他们只能徒步寻找约翰的家了 虽说在小镇上看到了两个孩子 但其中一个孩子的手非常的怪异 甚至还嘲笑女主他们 费曼肯定是不当一回事的 现在他一心只想要找到约翰的家 不想迟到 可是两个人越走越奇怪 似乎分不清楚东南西北 原本费曼准备去警察局问问情况 却一个人也没有 桌上那恐怖的痕迹 可惜他没有注意到 不然肯定也不会多待在这里 费曼还密知自信 觉得能够找到出路 不过你没有发现这里很不对劲吗 更是在路过一个别墅盘的时候 听到了陌生男者的叫声 院子内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黑洞 费曼准备去看看 都说不捉不会死 费曼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 他进去后 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女主看到了很多奇怪的画面 当费曼再次出来的时候 衣服上都是黑不溜曲的痕迹 费曼的第一句话就是跑 可是跑着跑着 费曼似乎忘记了什么 突然停了下来 就连刚丢掉的外衣都忘记了 还想要去找约翰 难道他刚才经历的恐怖事情 瞬间忘记了吗 甚至女主也是 开始忘记了一点点东西 但他还记得就是一定要逃离这里 这个抚尾区不是什么好地方 原本他们准备从最近的隧道走出去 不需要多久就能回到酒店了 但是费曼不想进去 他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画面 似乎从这里走的话随时都会死 看到丈夫反应这么激烈 女主只能另行出路 但走着走着 还是走到了另外一个通道这 此时通道出现了类似漩娃的地方 很多东西都被吸了进去 经历了这么诡异的事情 丈夫变得更加的奇怪 甚至准备拉着女主一起进入到隧道内 看着不对劲的丈夫 女主强行挣脱了 没多久 丈夫再次进入到那个隧道内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过去找约的丈夫吗 是我的话肯定不会过去 因为女主进去后 一只怪物出现了 如果不是上面有列车穿过 女主根本没有机会逃出去 这次出现在她眼前的浮尾区 非常的破旧可怕 当丈夫再次出现的时候 女主还来不及说什么 丈夫就被地下冲出来的怪物给拖了下去 可以说女主显之又显的逃了出去 这条街和那条街颜色都不同 但一切都结束了吗 但女主来到警局之后 准备报警表示 记得丈夫失踪了 警察说是不是再扶回去 显然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至于警察叫的那只猫的名字 竟然是女主丈夫的名字 而且这只猫的半边脸依旧那么的恐怖 那么女主到底逃出去了吗 非常账的短片电影 让人看得意犹未尽 好了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 我们下去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